7月16日凌晨1点28分 全球容量最大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的实验大楼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正式结顶 这意味着中国超重力领域基础科研的国之重器取得了重要进展 随着最后一块污面混凝土的胶筑完成 现场爆发出热烈欢呼 历经1200多个日夜 施工规模达到8个网球场大小 包含3个巨大天坑的超重力场 大设施实验大楼初见雏形 消息一出便受到多家中央和省级媒体的关注报道 什么是超重力 这座大设施又有什么用途 本期影片就跟随着小编的视野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室装置项目 位于杭州市渔航区 是13-5确定的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 是浙江省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是可以压缩时空一眼万年的神器 从天空府看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室装置的实验大楼 是一个中央高周边低的整体 项目总用地面积89亩 建筑面积3.4万余平方米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超重力离心机主机 超重力实验舱 超重力实验保障系统和配套设施 预计将于2024年竣工投用 在其内部南北纵轴上 模拟机 重载机 高速机 三台超大型离心机顺序排列 6座超重力实验舱分居左右 将分别开展边坡与高坝 沿途地震工程 深海工程 深地工程与环境 地质过程 材料制备等 6个领域的科学研究 这也使该装置成为世界上实验舱 功能最强的多学科科学实验设施 助力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 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其中高速机最大 可以提供1500G的离心加速度 重载机最大容量1900G吨 最大负载达32吨 三台离心机主机容量 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将填补中国超大容器 超重力机的空白 实现高强度 大尺度超重力场 与力学激励 高压 高温等 极端环境集成 华东院项目团队成员介绍到 该装置建成后 将为国家重大任务开展 重大工程新技术研究与验证 物质前沿科学发展 提供先进的实验平台 和基础条件支撑 那么超重力大科学装置 长什么样 能干什么 据承建单位浙江大学 超重力场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林伟案介绍 浙江大学这套超重力实验装置 包含模拟机 重载机 高速机 三台离心机 以及相关基载装置 其中 核心装置离心机 就像是巨人的两个手臂 拎着两个大吊栏飞速旋转 旋转产生的超重力场 会对吊栏里的物体 产生时空压缩的效应 研究人员通过这个装置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模拟出山川地貌变化 科学家们把地球上的重力 叫做长重力 用1g来表示 大于一个g的就叫超重力 比如航天员乘坐飞船返回地球时 会受到4个g以上的超重力 相当于承受了4个字极的重量 而在超重力环境下 科学家们可以完成很多 在长重力环境中难以完成的实验 首先 超重力具有缩持作用 举个例子 想知道100层楼高的房子 对地基的影响 那么我们只需要造一层楼高的模型 将它放在100个g的超重力作用下 这时一层楼对地基的影响效果 就相当于长重力下 100层楼对地基影响的效果 超重力场中还存在缩时效应 比如在超重力离心机上 搭载土体污染物迁移实验装置 就可以模拟污染物在地下大尺度 长力时的运移 如果在现实中研究污染物的迁移 需要花费几千年 但在超重力场中模拟实验 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离心机的两臂高速旋转 在实验舱内就会产生超重力场 转速越快 超重力场就越强 转臂半径越大 超重力场就越均匀 林维岸介绍 浙江大学建设中的超重力场 大科学装置中 离心机最大容量达1900几吨 远超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200几吨离心机 有了超重力效应赋予的压缩时空 一延万年的实验能力 许多高难度课题研究成为可能 这套装置设计的6座超重力实验舱 将分别开展边坡与高坝 沿途地震工程 深海工程 深地工程与环境 地质过程 材料制备等6个领域的科学研究 由于能够营造日常环境中 不存在的极端物理条件 超重力离心机被视为一种革命性的工程工具 为了做好这个革命性工具 这大在2009年建成了容量400几吨 最大150倍重力加速度的超重力离心机 雨季载装置 称为ZJU400 在沿途体地震液化 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环境灾害防控方面 开展了大量实验 以取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 国内外领先科技成果 那已经有了ZJU400 为什么还要建更大的 科研人员解释 容量对于超重力离心机至关重要 这大此次瞄准全球最大容量 1900G吨正是为了开拓科技前沿 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背后蕴藏的 极带探知的科学问题 在地球深部蕴藏着矿产油气资源 如何找到它们 研究形成规律 长期缺乏有效的科学手段 2017年 中国在南海成功 试采可燃冰 但要实现商业化开采 需要了解千米级深海地层环境 演变过程 像这些涉及地球内部物质的 运移和演变 时间跨度长 空间跨度大 超重力 压缩时空的效应 就大有用物之地 模拟相关环境后得出的数据 将为我们开采的 深地深海资源 提供精准指导 再比如新材料研发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 合金材料的高通量制备及优化筛选 将是我们研发战略性新型材料的重要途径 就像攻关中的航空发动机 不少材料正常状态下表现优异 制成涡轮叶片高速旋转后 性能却大打折扣 因为涡轮叶片就是在高温 高离心力 加速度的环境下工作的 而有了超重力厂 大科学装置 我们就能模拟出类似的环境 制造出对口材料 止日可待 但对工程建设而言 光说原理上行得通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在技术上消除所有隐患 一方面 由于大部分建设内容无先例可依 工程建设存在诸多重大技术难题 另一方面 主机的研制贯穿于项目建设过程 这对工程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华东院充分发挥专业齐全 技术先进 综合集成的优势 积极配合主机的研制和论证 针对振动控制 舱内温度控制 身后软机处理等重大技术难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 为设计方案提供坚实支撑 该项目高速机最大 转速达每分钟668转 相应最大转频为11.13赫兹 相关振动问题突出 且目前尚无专门的振动标准和相应规范 尤其是站止位于软机上 如振动问题解决不好 将对实验室主体建筑物结构安全 实验运行环境 及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华东院结合承担的多项大型抽水 续能电站的振动设计经验和关键技术 与主机设计单位 实验用户科学家团队协作 研讨 立足工艺功能 及运行的总体要求 开展离心机 基础结构形式设计的全方位的笔选 论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破解振动控制难题 超中立离心机在长时间高速旋转过程中 大部分能耗用于克服空气阻力 会急剧提升 主机式温度 还会引起实验舱振动 严重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及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工程离心机转速大 热耗损高 给温控系统的设计带来一定的难度 设计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测试及理论分析 开展了多项冷却解决方案研究 将离心舱内空气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 保证设备安全及实验成果准确性 项目基坑最大开发深度达38.3米 打破了浙江省公共建筑最深基坑记录 基坑外围存在15米厚的淤泥层 和高渗透性的承压水负存层 地质情况异常复杂 基坑的位移控制和止水性能要求极高 经多方案笔选和多轮方案论证 华东院有效解决了软弱土层中 基坑开发的位移控制及防止承压水 造成坑底突涌破坏两大技术难点 为工程成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첫dehng 诶 诶 诶 中文字幕 李宗盛